兄弟们你们现在还在用华为的手机吗 现在你们会买全新的华为机器吗 今天接到一个兄弟的委托 要一台华为Mate 40 Pro的5G吧 他说呢已经买了华为Mate 50 但感觉不好用 还是想要一台709000的正统华为旗舰 那样用起来才有感觉啊 我们的国产手机老大哥呢 5G引领着华为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嘛 现在生产不了70芯片了 甚至新的手机啊 连5G都没有了 所以呢华为Mate 40呢 一直都是非常保值的一个机器 一度呢二手的机器啊 它比新机的价格还更贵 还一机难求 总之呢什么跟苹果比起来啊 以前一直说苹果保值 现在跟华为一比啊 那都是渣渣 现在呢都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华为呢Mate 50、Mate 50 Pro都出了 Mate 40 Pro的行情是怎么样呢 今天呢小李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刚刚呢因为这个粉丝的委托呢 我已经先跟档口老板去沟通了 最近这段时间啊 市场的那个华为的机器还是比较多的 Mate 40 Pro的价格呢 基本上在3700左右 价格呢跟之前比呢是跌了不少 跌了有八九百这个样子吧 安卓的机器呢 其实比苹果的机器猫腻会更多一点 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怎么愿意去做 安卓二手机器的原因 因为主要就是安卓的二手机呢 它的后盖是用这样的胶粘住的 苹果呢只要打下尾插螺丝呢 它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机器的主板 可以拆机验机 而安卓机器呢 它用胶粘的 我没办法去拆机验机 所以呢特别容易拿到炸弹机 我就被坑过很多次啊 不过你们放心 就是我们家搞的这些机器呢 即使说它出问题了 我们也会有180天的自保 如果出问题啊 算我的就可以 现在的安卓都已经出到 沙龙8跟2处理器了 苹果也A15 A16的处理器了 放到今天来看的话 麒麟9000确实有点不够看啊 已经出了好几年的华为Mate旗舰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 还要卖到接近4000左右的价格 我说真的我是不太推荐的 但每个人呢 选手机都是不一样的 你们觉得现在这个3000多的华为Mate 40 Pro 性价比怎么样呢